你说不让我进去 我知道你是谁 但是今天我们酒店被一个大人物包场了 大人物的命令 谁都不能进去 大人物 什么大人物 这你就不用管了 赶紧离开 不要冲撞了大人物 要不然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妈的 你面里够快的 你瞧不起谁呢 你冷静 我冷静 我冷静个屁 冷静 老子今天订婚 他妈不让我进去 这不成笑话了吗 你马上会成为更大的笑话 呦 是你这个死穴子 怎么着 那小腿也不想要了 怎么 你不是想让起初夏吗 门都进不去 我不能进去 你更不能进去 我赶紧拦住他 别让他进去了 一会冲撞了大人物 不好意思 我就是你口中的大人物 这酒店 我想进就进 哈哈哈哈 真是笑死人了 你要是能进去 我跪一把你叫爷爷 这可是你自找的 记住我说的话 高少爷请 高少爷 你是哪家高少爷 在整个江城 还能找出第二个高少爷吗 你说他是首富高家的少爷 放你那里屁 他就在这儿的一个服务员 他要是高少爷的话 腿能被我打断吗 老朋友被我抢了吗 你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 现在马上跪在地下给我磕三个响头 这可是你刚刚自己说的 我看你是做梦 想让老子跟你磕头 下辈子吧 刚刚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要是能进能去 你就给我跪在地下磕头叫爷爷 怎么 现在这就不承认了 大家可都看着呢 妈 你们听到了吗 没有 你们有人听到了 没有没有啊 这么大的人了 还真是脸都不要了 没关系 你现在不说 我等会儿会让你图着我去 就凭你 你算个屁呀 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在这冒充高级少爷 你要是高级少爷的话 腿能被我打瘸吗 就让你的女朋友马上嫁给我 我要是你啊 早就找个绳子上吊算了 我看 今天该上吊的是你吧 我实话告诉你 你的生意会全部破产 你会负债累累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上大街上要饭 你他妈疯了 啊 你让老子一年赚多少钱吗 让老子破产 你还真以为你把自己当成高家的人了 啊 你看你这副德行 装也要装的像一点 哥老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 我警告一下 初夏今天就要当副太太 你要是敢在这里闹事 我跟你没完 好女婿 你怎么站在眉口呀 我都等你大半天了 赶快进去吧 这 他但是想进去 进不去 什么意思 哥老 是不是你搞的鬼 你是屯心不想让我们家跑过 是不是 你硬是逼着初夏嫁给一个人渣 这算什么好日子 你管得着吗你 再差能有你差 你一个臭服务员 你想让初夏嫁给你 去帮你刷盘子是不是 你少做梦了你 好女婿走 咱们进去 我看谁不让你进 哼 谁说不让你进 肯定是那个高朗狗的鬼 妈的 差点上了他道 这小子就是这的服务员 说不定 他是跟保安串通好的 说不定 就是高朗那个废物的朋友 像他那种人 能认识什么厉害的人 能来得了你 可那怕真是这样 不行 我得找他回去算账去 不能回去 不能回去 订婚要紧 不行啊 我什么咽不下这口气啊 你他妈跟过来干什么 哼啊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你管我走哪里 这又不是你家开的 你别给我找麻烦了 我告诉你 你再怎么闹 初夏也不会嫁给你了 是吗 那咱就试试看呀 那咱就试试看呀 你他妈想找死 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了明白 让你看一下你的女人 是怎么嫁给我呢 你想进去是吗 走 现在就进去 啊 行啊 我就看看 你等会怎么叫我爸爸 妈 你让这个废物进来干什么 等会儿从下药去反悔了 跟他跑了怎么办呀 跑了 他妈我的女人 要跟别人跑了 我都杀他全家 宝哥 我 我可没有违背你的意思呀 最好是这样 你看好你的女儿 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拿你试试 哎是是是 我一定看好我的女儿 让他安安心心的嫁给你 至于那个高朗嘛 他自己要找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初夏呀初夏 你可别害了我呀 你就安安心心的嫁给抱哥 当父太太吧 初夏 高朗 啊 高朗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带你走 没有人可以逼你嫁给你 不想嫁的人 哎 这人谁呀 怎么和新娘子这么亲你 手都拉到一起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听说 这男的 是新娘子的男朋友 抱哥 来抢新娘子 抢行 打断了男的一条腿 把新娘子抢走了 怪不得这个男的一拳一拐呢 这抱哥也太不是东西 连年女朋友都请 小脸生 你不想活了 要是被抱哥的人听见了 你死定了 对对对 你说的对 抱哥可活着 你等着看吧 这男的 赶来抢抱哥的女朋友 肯定死定了 高朗 你快走 等下抱哥来了 他一定会打死你的 我不走初夏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绝对不会让你嫁给他的 高朗 我们是斗不过他的 更何况 我妈已经收了他88万的彩礼 我不嫁也得嫁了 彩礼的事情交给我 我就问你一句话 初夏 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愿意 高朗 这辈子我想嫁的人只有你 好 你又来在干什么 放开 你弄 你这个贱人 马上要和我订婚了 你还在想这个死穴子 你怎么着死啊 抱回来了 这会他们两个死定了 你弄头我了 你放开 放开你 我放进你照片买的 初夏 初夏根本不愿意嫁给你 你骗什么去的 凭什么 就凭我比你厉害 就凭这下娘们他妈收了我88万的彩礼 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 88万我会还给你 你马上给我放开 就凭你一个服务员 哪里那么多钱 再说了 脑子缺了88万吗 脑子是要是个大美人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管你喜不喜欢 我得到你这个人就行了 我可听你妈说 你还是一个王王大闺女呢 无耻 你去 高老 你怎么还敢过来抢人 高老 你怎么不想活了 你看 这像不像 聊天博与追人台中间加了一个果状人士的马文才啊 这是造业 报告 说到不听就腾前他俩呗 这世上为你多了去了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闭死 我闭嘴 什么时候老子的神学上你们说话了 你们两个肩负淫妇 你们已经让我颜面尽失了 今天你不但要嫁给我 你还要告诉他们 你是自愿的 落梦 如果你想眼睁睁的看着你妈 还有这个高老 被活活打死的话 你可以继续给我嘴硬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你不知道吗 我答应你 但是你要保证 不能伤害我的家人和高老 哈哈 那就要看你怎么表现了 今天晚上 可是我们洞房花烛夜啊 现在在大厅广播之下 你不要乱来 我亲户自己的女人怎么 我就是当场办了也没人敢说什么 啊 你是个我妈的 你简直不是人 老子今天心情好 不合你一般见识 但是你他娘的 比他妈得出进尺 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 老子把你的女人玩腻了 再到老子面前给我晃悠 要不然 我弄死你 不用等什么时候 过了今天 你就没机会了 没有啊 还敢威胁我 高老 我告诉你 今天老子给你两条路 第一 给我安安进去的过来去 看着你的女人嫁给你 第二 像条狗一样 给我爬进去 你做梦 很快你就会知道 一无所有的滋味了 要管家去攻击报告名下的产业 让报告破产的事 怎么还没有传出消息 说必他八百万现金到现在也没到 以下只能让这个王马蛋再嚣张一会 哎呦 丈母娘也来了 哈哈哈哈 你来的时间刚刚好 订会仪式马上开始 好好好 大吉大利马上开始 嘿嘿 鬼胎 死圈子 别在这打路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你钱 你把出家嫁给我 你能有多少钱啊 八十八万 你能拿得出来吗 我给你十倍 八百万 多 多少 八百万 高龙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他妈怎么不说八千万呢 我看你不吹牛逼能死是不是 是不是吹牛逼 你你头快就知道了 你不是说你要八百万去临出巷吗 钱呢 拿着让大家看看呢 是啊 赞美大家 看看眼睛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八百万 谁呢 拿出来呀 哎呀妈 你别这样 你懂什么走开 有人出高价钱 说明你值钱呀 八十八万 看来还是把你卖低了 不滑走 钱现在还没有到 我已经让人去准备了 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哈哈 你们都听听 钱还没到 我在路上呢 你这个死瘸子 我怎么现在才发现 你怎么那么爱吹牛逼呢 高龙 你耍我呢是吧 我没有耍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少在这放屁 你要是能有八百万 还在这当服务员 你说一辈子盘子也得不到八百万 你知道八百万有多少啊 啊 我真是中了邪了 我怎么会相信你这个穷鬼说的话 啊 你自己什么德行 你心里没有数吗 说出来都让人笑我 临出下眼临出下 你看看你这是找了个什么样的人啊 就是一个满嘴缓缓的废物 妈 高朗他不是那样的人 高朗 你快和妈解释解释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他等会就知道 我没有骗你们 我真的准备了八百万来娶你 走走走 别请这个神经病在这发布 你现在就给我滚蛋了 听到没有 阿姨 如果你把初夏嫁给了他 你一定会后悔的 嫁给你才会后悔 人家豹哥有钱有势 初夏嫁过去那是当父太太的命 后悔什么 妈 我不想当什么父太太 我只想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 我看你真是脑子有问题 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能干什么啊 端盘子呀 嫁给豹哥当父太太有什么不好 去穿不愁想干嘛干嘛 实在不行 还能接济接济你忙我 初夏嫁给我只会更有钱 没完没了了是吧啊 说了这么多你倒是把钱拿出来给我看看呀 高家八百万县礼送到 你们是什么人来这干什么 请问哪位是林初夏林小姐 我是 八百万县礼已送到 领林小姐查通 八百万县礼 都是给我的吗 是的 我是艺术下的亲妈 我看看是不是这个嗯 让他看 好的少爷 天哪 全都是钱了 本人花花的冲票呀 太好了太好了 天哪 天哪 全都是钱了 本人花花的冲票呀 哈哈哈哈 妈呀 自分大的箱子里装的都是钱 那得有多少啊 人家不说了吗 800万呢 难道这缺的真是那么多钱 这不是服务员吗 哪来这么多钱 怎么回事 怎么现在才到 少爷 我们高家现金也是有限 800万它不是个小数 这是赶紧的从各大银行调过来的 普通人要取这么多些精华 怎么也得三天的时间呢 行 收到了 高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他不是要采礼吗 80万算什么 我给他800万 绝对不会让你嫁给别人的 可是 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这些钱 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呢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一个服务员哪来的那么多钱 还是800万 就算 我去银行取的话 也得预约三天 去银行办理审讯 你说你说拿就拿来了 你骗谁呢 你自己拿不出来 就不相信别人 我都能拿得出800万 难道在银行连个VIP都办不了吗 这 这到底是真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呀 我说了 是真的 你信他这个废物 还是信我 哼 你也可以不相信我 不过 这800万 你一分 可就拿不到了 你要是相信他的话 这88万 彩礼 要还给我 啊 我这88万 可是真金白银 他的那些 说不定就是一堆废纸呢 你啊 自己颠来颠 高朗给的就算是一堆废纸 也比你的强 阿姨 您自己摸摸看 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至于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吧 真的 绝对是真的 不可能 怎么可能的 你哪有那么多钱 这你就别管了 阿姨 您现在知道该怎么选了吧 我当然是选800万的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阿姨 你还要想清楚呢 得罪了我 可是没有好结果的 啊 谁怕你呀 以前是老娘没有钱 现在 老娘有800万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你 高朗 这些钱 可都是给我的了哈 只要你把抽下嫁给我 这些钱 都是你的 这高朗 这么干脆 就把800万都给我了 要是我再提提价 岂不是能拿到更多 豪哥 这高朗 可是出价800万了 你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吗 我有什么好说的 提价呀 只要你出价 比高朗更高 我 我还是把抽下嫁给你 妈 你说什么呢 你还真把我当商品卖了 这年轻啊 卖个好价钱 那不是好事吗 等你像我一样 老了 年纪大了 就没人要了 这这这是个什么妈呀 这简直掉牵眼里去了 就是 妈 我可是你亲生女儿呀 就因为你是我亲生女儿 我才为你考虑呀 卓下 不用跟你妈多说声 她就是想要彩礼 她要多少 我就给她多少 给到她满意为止 呦好大的口气啊 这八百万 是你掏空了家底了吧 你还能拿出什么呀 啊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阿姨 把八十八的彩礼还给她 让她滚蛋 啊 还要还呀 你不是说 我要多少钱你都给我吗 那你帮我 把这彩礼钱还给她不就得了 你说什么 妈 你说什么呢 你赶紧把彩礼还给人家呀 难不成 你还享受两家的彩礼啊 都到了我口字里的钱 哪有在拿出来的道理 我不给妈 你是想让我嫁给两个人啊 哦不是八百万都能拿到出来吗 这多拿八十万有什么不行的呀 哈哈哈哈 哎呀林初夏呀 你妈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这八十万 我出了 你真的愿意出 你一共还有多少钱呀 初夏怎么会贪上这么个掉进前沿里的妈 要是我告诉她 我是首付高家的人 多少钱都得被她掏空了 妈 你差不多就行了 你赶紧把收了人家的彩礼还给人家 不然的话 我谁都不嫁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你真是说的什么话 我是你妈 你就该听我的 你还从我的口袋里往外掏钱呢 那是你的钱吗 那是人家的钱 你要是不还的话 那我就自己嫁给她 高老 把这八百万都收起来 一分也不要给她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那你自己选吧 你是要这八百万 还是要她的八十万 我 我当然要八百万了 那你就把那八十万还给人家 现在就还 还就还 你急什么呀 别 这是你的胎里钱 我还一分也没来得及花呢 你收了老子的东西 说还就还回来 哈哈 没那么简单吧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哼 我欠你还是收下吧 不然 我怕你露宿街头饿死 口气不要这么大 你马上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 喂 干什么 你这帮忙着呢 报告 不好了 我们的生意都被查封了 什么 还有 我们的公司股东都撤资了 我们破产了 破产 怎么说破产 你破产啊 催债的人都躲在公司门口了 来不及了 我要跑路了 报告 你也给你跑吧 喂 你给我说清楚啊 我个破产啊 听到了 这他妈的 不会是真的吗 难道 这是那个端牌子的瘸子搞的鬼啊 他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屁股屁股屁股破产 像你这种做恶独端的人 破产不是应该的吗 恭喜你啊 你现在一无所有了 不 不可能 我怎么会被一个端盘子的臭瘸子 给高滑的 我他妈打死你 高朗你小心 管家 你 哎呀 你们放开我 你们他妈给我放开 你们他妈给我放开我 你放开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不舒服 我干嘛哪里得罪你了 你这样整我 你说什么 你哪里得罪我了 你打到我一条腿抢我的女人 你还问我你哪里得罪我了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我活给你就是了 那实在不行 我再给你找几个漂亮的 八蛋哎呀 出像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不是随便的一个女人 他敢打我 你现在是不是还分不清形式呢 你已经不是报告了 已经破产了 只不过是一条人人罕打的狗而已 只不过是一条人人罕打的狗而已 哎 你说 我现在要是把你扔到大街上去 你那些仇人 是不是直接能把你砍死 不不不 不 把他给我扔到大街上去 顺便 再告诉他那些仇人 你现在是报告 现在在哪里 不行 你不用这么做 我会被他们打死的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那是你活该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爸爸 哎你之前不是让我喊你爸爸吗 我想就喊爸爸我求求你了 你求求我吧 你求求我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哪里还像个男人 我我不想说男人 我最想好好活着 不被他们打死啊 说到这个 我倒是想起来了 你打断了我一条腿 我现在要还回来了 不过算了 什么 你要断我一条腿 你你你你怎么那么狠毒啊 我狠毒 你打到我的腿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狠毒呢 直下去了 你是个废物 我打到你条腿有个什么 说的也是啊 你现在 只不过是一个破了产的废物 我就是断你一条腿 要我怎么样呢 保镖 断他一条腿 过程的打劲 去外面打吧 不要放了我面子 哎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你快救救我呀 你快救救我呀不要啊 哎呀不要啊 救救你快救救我吧 铁铁 吓着你了吧 那是他自作自受 怪不得别人 阿姨 我准备选择好日子 正式迎娶出下 周下 你愿意嫁给我吗 看来这小子是非我们出下不可呀 不行 我得把他的都掏干净再说 想娶我们家出下 可没那么简单 您这是什么意思 结婚得买房呀 你没有房子怎么结婚呢 妈 高朗可是给了你八百万 他哪里来的钱去买房呀 你把台里的钱拿出来一部分 足够我们买一套很好的新房了 你这个死丫头 怎么胳膊肘竟往外拐 我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了 八百万可都给你了 你就拿出个一两百万 给我买房也够了呀 你想的没 那八百万可是你的彩礼钱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拿彩礼钱买房子的 你想倒贴呀你啊 都怪你 怎么一下子把钱都拿出来了 你也不知道留一部分买新房 现在好了 钱到了我妈手里 一分钱你也别想拿出来 怎么样 买不起房子了吧 那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 你什么时候买了房 什么时候再来娶我们家出下啊 哎不行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你就把台里钱还给高了 你这个死丫头你怎么回事啊 我才是你妈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不帮着你妈说话就罢了 你还联合别人来挤兑你妈 那还不是因为你太过分了 你因为八十八万的彩礼 就让我嫁给报告那种人渣 高朗八百万都给你了 你还不愿意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这高朗连个房子都没有 这高朗连个房子都没有 你们结了婚 总不能住在我们家吧 那还不是因为高朗把全部的钱都给你了 他还哪里来的钱去买房子呀 哦 你那里有老土 娶个媚妇就掏空了家底 啊没有钱就去赚呀 这才里钱可是给我的 我们一家那栋别墅我小心好了 小心好了 你们别吵了 婚房我已经准备了 这是钥匙 真的假的 你真的买好房了 是的 哎 你小子不就是个服务员吗 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 又是房子又是800万的 你还有多少存款呀 嗯你不会是个富家子弟吧 我不是什么富家子弟 我只不过运气好了点 老家的房子拆迁赔了点钱 买了房子之后 就把剩余的钱都当彩礼给你了 我也不剩多少 我还以为你是个隐形富二代呢 原来是一个乡下拆迁户 还是废物一个 你把拆迁的钱全部都拿出来当台里吧 自己也不知道留一点 留一些多点小生意也好了 哼 他一个穷服务员做什么生意 连数都数不清 为了请你 我愿意付出一切 行了行了 别在这凝凝巍巍巍的了 赶紧带我去看看你们的新房 要是少于200平米 我这样不同意 妈 这高朗杆买的房子 肯定还没装修好呢 我们去看什么呀 没事 已经装修好了 阿姨想去看的话 咱现在就去管家背车 是少爷 一个乡下拆迁户还少爷 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高朗 你这排差也太大了吧 还专门过了几个保镖来啊 真能装 哼 把这些彩礼送到林初下 林小姐姐 上一层 哎呦 高朗 这是你的车呀 是买的还是租的 还真不错呀 这要开出去 那可太有面子了 我要是告诉他 这车是我的 他该不会每天都让我给他当司机吧 这可不行 真是租的 这么好的车 我可买不起 又是租的 等会你的房子 不会也是租的吧 这倒不是 房子是买的 哼 我料你也不敢骗我 初下 你和阿姨坐后面 我坐前面 不好意思啊高朗 我妈 她就那种性格 没事 我要娶的是你 陈夏 快进来呀 你们俩不会又是说我坏话的吧 没有没有 高朗 你买的房子在哪呀 必须是市中心的学区房哈 以后小孩子可是要上学的 阿姨您就放心吧 您看到 哎高朗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离市区越来越远了呀 你买的房子是不是在郊区呀 我跟你说哈 郊区的房子可是不值钱的 阿姨 我买的房子比较大 市中心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所以偏了一点 你别吹了 能有多大呀 难道你能买得起别墅 相当为是别墅 开融 大 相当为是 道安 音乐 我们一起来 你看 吧 相当为是 乃 哇 哇 別墅呀 哈哈哈哈 沒想到我王菲這輩子 我僅有了八百萬 還沒鑽上別墅 哎呦 初夏呀 你真是媽的好女兒啊 媽 不用損人了 小點兒是 這有什麼好丟人的 媽高興呀 什麼人在大呼小叫的 你們是誰啊 您好 我是這裡的業主 在丈母娘和你朋友 來看一下我新裝新華的房子 就你這樣的還業主 你知道我們這是什麼地方嗎 江城最豪華的地方 潘龍灣 你看看你們這些人的德行 像是住得起別墅的人嗎 你 你看不起誰呀你 幹啥 把鑰匙拿出來讓他看看 你看好了 這是別墅的鑰匙啊 看清楚了吧 還不趕快讓我們進去 這把鑰匙 是我們別墅區最大的戶型 早就賣給首富高家了 你從哪弄的 高朗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買不起就算了 還去偷人家的鑰匙 我的臉 被你丟禁了 媽 這真是我的鑰匙啊 我沒有偷 是不是你偷的 我們自然會查清楚 你們在這我等著 隊長隊長 這裡抓到一個偷別墅鑰匙的 快叫人過來看看 被抓現場了吧 沒錢你抓什麼抓啊 還住別墅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 我現在都回憶 你那八百萬是從哪裡偷來的搶來的 媽 你不要胡說 高朗他不是那種人 他不會偷東西的 都被抓現場了 你還替他說話 走走走 我們現在就走 別留在這裡 被人當投給我了 走 我不走 我相信高朗能為人 要不你走 那好 我自己走 你們倆要是被抓進去 可別來找我 呦 這不是王尊嗎 你怎麼在這 張莉 呦 這是初夏吧 不長這麼大了呀 以後我們家露露 還是大學同學吧 沒想到在這碰見了呀 是啊 是挺小的 在這幹嘛呢 一大家子人處在這 該不會是幹什麼壞事吧 你管我們呢你 你才幹壞事呢 你們這不是也一大家子來的嗎 我們跟你可不一樣 我的好女婿呀 在這買了棟別墅 我們現在是這盤龍灣的業主 什麼 你們在這買別墅了 沒錯 給你介紹一下 這位呀 就是我的好女婿 王健 年薪啊 也就幾百萬呗 媽 你什麼時候認識了 這麼窮酸的朋友 以後還是別聯繫 張莉 你這女婿怎麼說話的 那沒辦法 我女婿呀 太有本事了